插入大隔板 左边有王 右边没王 准备一粒成熟王台 把王台借在两个皮的中间 或者隔板的边上 都可以 我们这个王台已经全部借好了 我用的是大隔板 把这个风箱一分为二 然后开铲王在一边 王台借在另一边 由于我们现在马风太多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办法 万一它胶尾不成功的话 我把大隔板给它抽掉 就把它合并回来 如果到了马风比较少的季节 我一般都是把它分风出来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的马风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把它分风出来的话 很容易就是胶尾不成功之后 你再去合并就比较麻烦 如果你们没有大隔板 那么你们也可以拿一个这种密封喂食器 放在这个隔板外 就是放在箱子的另外一头 然后你把王球给它放在这里面 这样也行 如果你有大隔板 那么我们就隔开 或者是你有利式隔王片也行 用利式隔王片把中间隔开 胶尾的方法千万种 总有一种适合你 如果你是用大隔板隔下去的话 有王的这边我们把防陶片上的 没王的这边可以不用上 你也可以用那个利式隔王片 利式隔王片插下去 然后有王的这边把门给关了 没王的这边开门 让公封从王牌的这边出 老王的这边就不开门 这个是利式隔王片的 大隔板的话 那么我们就这边上黄桃片 这边不上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中间 拿一块砖头把它挡一下 拿一块砖头挡一下 这样子这个处女王片就不会跑到这边来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 关注一下转发一下 谢谢